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什么言 那第一个这个朋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老观众了 经常非常用心给我们写很多很多的这个评论 而且都是一看就知道是经过思考的 然后经过他自己这样一个斟酌写出来的 我们看这个朋友针对昨天的节目发表了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说谢谢一三 纽约市民太支持左派 因为他们彻底被洗脑 他们是相信打针有用 所以他们愿意打针 而我在长岛我刚刚去餐馆吃完饭 没有打针没有口罩感谢主 纽约现在是相当大的分歧 最重要有没有工作 我们每个星期都在游行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而且我们现在准备化整为零 我们不用想做太多伟大的事 我们要真正的做光做严 我们会让纽约人得着新生命 其实左派常常用媒体造势 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知道真相 让人们自己去选择打不打针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非常好 其实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唯一抵抗政府的方法 就是你不需要政府 政府永远都需要你 反正就是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放在政府上面 这是唯一可以跟政府对抗的方法 所以说我相信纽约不是全部都是一群山羊 纽约也是有绵羊的 然后会去就是跟随真理的 然后他真的是在我们节目 他一开始就在讲说他每个星期去游戏 每个星期去游戏 像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就是如果说一个地方有vaccine mandate的话 我们就想要进去看看 就是他到底会不会问 到底会不会问我们有没有打疫苗 我们去了几间餐厅 老板都是你没打疫苗 那你就小声一点 不要讲太大声你没打疫苗 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钱 员工想要的是工作 老板想要的是钱 政府创造这些东西 只是会造成人民不方便而已 那么就是有一些企业 他们会去俯衷政府 然后他们会想要变成政府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就是要打击这个样子的企业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说的非常非常的对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做炎做光 我们不要跟任何的政府屈服 政府只要开始打压我们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站起来的时候 来第二个 第二个朋友摆荷花 中国有句名言以史为鉴 可是很多人记忆力太差 早已忘记 二战离今天并不遥远 当集中营再次出现的时候 有多少人以史为鉴 导致那些历史事件的耕由 世人根本没找到 那就是罪 就是膨胀的私欲 人都是非常自大的 所以神要我们 他的孩子们不要跟世人一样 要谦卑 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给今天的我们 很好很好的提醒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次 没信主的人 大家都会说 说你要怎么去避免 未来人生中会碰到的很多问题呢 你就是以史为鉴 去借鉴历史 历史就是在那里 人们就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没有悔改 没有检讨 没错 我本来以为是说 可能是信了主之后 我们就说不需要以史为鉴了吗 因为那只是一部分了吗 我们还可以靠耶稣的话语吗 就你不用说我光看历史或者怎么样了 那当然有了耶稣之后 然后又有了历史的作为 还是会有一大堆人选择一模一样的道路去走 没错 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讲 整本圣经就是讲说 人永远都不会以史为鉴 对 OK 犹太人背叛了神几次 整本圣经这个整个旧约 甚至是新约也是 就是犹太人一直在驳逆神 背逆神 这就是人的天性 人就是会去以为自己很聪明 以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以为我们可以做得比之前的人都好 但是我们犯的错误 都是之前的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是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这个神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跟世界的人不一样 对吧 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 我们有圣灵的带领 然后我们要谦卑 但是真的不得不承认 人都非常非常自大 然后哪怕是已经信主了 然后已经是基督徒了 其实这个情况也不会有太好的改善 如果你自己不想要去改善的话 如果你的脑子里面就一直设定说 我最对 我最棒 我最合神的心意 我一直祷告 我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神让我做的 那如果要是有这样一个 就是提前setup好的这样一个 在你脑袋里面的程序的话 你就是觉得自己最棒啊 你就觉得自己最对啊 然后永远都不会要去接受自己的错误 哪怕自己在说谎啊 可能你在说谎的时候 良心都没有一点的难过的感觉 可能就是因为你说谎次数太多 然后良心就比较麻痹等等等等的 就会有这些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应该在基督徒身上出现 因为神已经很多次很多次告诫我们 怎么要遵行他的道 真的要跟世界人做区别 真的不能这样 圣经上面就讲说我们要分别为圣 什么叫分别为圣 就是我们要知道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不要跟那些一样 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 为什么基督徒一直在说我们要像耶稣 因为只有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真正去学习的 我们可能是他们的信心我们值得去学习 但是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的该做的事情还有各方面 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耶稣是一个完人 你要学习的对象只有耶稣 这就是基督徒跟犹太教徒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没有一个指标 他们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然后他们到现在还是在犯同样的错误 你说全世界最相信政府打疫苗打最多是谁 就是犹太人 所以说连犹太人都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变得不一样才行 是 第三个 这是我昨天最喜欢的留言 可是你知道什么我没看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我来解释给大家听 好 他说别说太早你们烙赛机 烙赛就是台语的就是拉西的意思 哎呦 就是下一个刑场 加州这个大烂蓝州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I doubt it 美国这个假政权把持着什么干事不会发生呢 等着吧 各位 我一开始我也觉得很有可能是我们加州 会第一个就是有什么疫苗护照这些东西的 对 对那时候想说哦 Andru Cuomo 又下去了 然后呢 那个加州的州长又就是就起来了 然后起来又还很强硬 而且高票耶 高票的这个选民支持他 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始vaccine 然后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我们要更多的打击这个病毒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我以为那个时候他就会开始说 全加州我们要当第一个疫苗mandate OK 但是呢 我后来想了一想 只有可能会是纽约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们这个地方 不需要购物 我们这个量950块以下的就不算犯罪了 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花钱去做这些东西 我们店家这些这个规定 跟我们的人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说呢 vaccine mandate 政府只能管守法的人 我们这边呢 完全不守法 我们这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王法了 已经没有任何王法存在了 所以说他们vaccine mandate 跟那些人也不会有任何关系 这个人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很可怕 但是我们一定是下一个 我们的确就是大烂州 然后我们逃不掉 对啊 到时候你会怎么办 不打就不打啊 那就是工作 工作 我自己老板我怎样 没错 说对了 你就是要独立 家里有这个什么garden的 有个院子的 开始在那边 卖lemonade 哈哈哈 你唯一的方法 你就是只能 就是脱离政府这样的挟制了 对 你就是要找一个方法 就是你管不到我 你也打不到我 对 而且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然后你要认识更多这样子的人 是 如果说 住West Covina的人的话 跟我联络 也不用住West Covina 就整个洛杉矶的也可以了 然后如果要是 大家愿意形成这样一个联盟 然后来互相帮助 然后各取所需之类的 我们可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圈 不管是说教会也好 或者是Business也好 对 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共识 这个就是合一的时候 合一的时候 合一抵抗暴政的时候 所以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值得合一的时候 你现在还在那边讨论说 我们要不要听政府 那你那个人就不要跟他 不是因为那种已经太晚了 OK 当你在讨论说 不不不我在我在研究研究 研究啥都开始了 还等你研究 你只要打一针 然后再给你的小孩打一针 这样子的话 你的生活就正常啦 很多人会这样想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逼你去打那一针 你的生活本来就是正常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权力 去逼你去做这件事情 他们如果逼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们可不可以逼你去做其他事情 你当你把这个权力给政府的时候 政府就是一定会拿他来压迫你 跟犹太人那个时候一样 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样 跟苏联的那个先行者一样 跟古巴子一样 跟Polpott柬埔寨那边的东西一样 每一个最后都是造成大屠杀 因为到最后都是会有一群人说 我不干了 我跟你拼了 但是那时候政府已经长有全部的力量的时候 你不干他就可以把你干掉 他就可以把你杀死 而且合法的把你杀死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趁现在我们还没有被 跟纽约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要赶快形成一个 我们自己的社交生活圈 我们不能再被这个样子的社会牵着鼻子走 是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还是我们神奇传播 我们大家提供非常非常好看的 夕阳豪杰爱神舟的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我是菲莉莎 我是伊肯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谁呀 你是传教士吗 是的 请进 你知道山西巡抚处决外国传教士的消息吗 我听说了 我是巡抚的侍卫长 负责行刑的就是我 蛤?你是那个筷子手? 对我而言 杀人根本不算什么 我本来就是一个筷子手 你 你 你 山西巡抚对外国人深恶痛绝 7月9日那天 这群羊鬼子死定了 带我来个瓶中捉鳖 他们一个都别想掏出我的手掌心 侍卫长 小德寨 大人有何吩咐? 把那些羊鬼子大小全部都带到衙门来 是 准命 官长大人 肯请您保护我们的安全 哼 可恶的羊鬼子 你们全都得死 蛤?这是怎么回事? 主啊 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主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 亲爱的 我们天家见 是的 我很高兴 我们即将见到主耶稣了 爸 我好害怕 宝贝 不用怕 我们即将回到天家 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了 宝贝 不用怕 我们即将回到天家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传教士们 面对死亡的画面 那一刻 我知道他们所信的耶稣 是真正的上帝 上帝 能原谅我这个大罪人吗? 我可以做什么来赎罪呢? 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圣经上说 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 付上了暑假 你只要悔改相信他 上帝就赦免你一切的罪 并要赐给你永生 嗯 太好了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根据维基百科网的记载 太原教案是1900年7月9日 义和团事变期间 发生在中国山西省太原府 针对基督徒和传教士的屠杀事件 1900年7月9日 山西巡抚玉贤 将33名基督教传教士及其子女 12名天主教传教士和十多名中国信徒 带到巡抚衙门西云门外 在大庭光众之下 不分妇孺老幼全部杀害 太原教案才刚过去一世纪多的年日 然而这段史诗却遭移成了历史的事件 中国内地会拒绝接受任何赔偿 授扬宣教会面对全体宣教士 在山西罹难的沉重打击 以同样坚决去受分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